能够找回来的这五支弩箭都是最开始射出的那五支 而后面射出的那五支弩箭 由于和那只暗魔王朝大军的黑林魔甲阵的强烈碰撞 居然直接撞击的爆裂开来 风飞渊等人寻回来的只剩下五根面目全非的弩箭残骸 楚剑秋看着风飞渊教给他的五根金焰破山弩弩箭 和五根面目全非的弩箭残骸 脸皮不由一阵抽搐 这金焰破山弩的弩箭可是接近七支极品法宝品阶的 就这样直接就报废了五根 说不心疼那是假的 再算上金焰破山弩射出那十箭烧掉的十亿七品零食 楚剑秋只觉心头一阵滴血 这你妈的 打着一仗他至少损耗了将近二十亿七品零食的财富 这战争烧钱尾尸烧得太厉害了 如今这金焰破山弩的弩箭报废了五根 楚剑秋只好在布置完阵法之后 找了个时间进入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 用各种珍贵的天才地宝炼制了一匹弩箭出来 当然以楚剑秋目前的修为还炼制不出七阶极品等级的法宝 他只是炼制出七阶上品等级的弩箭 然后拿进荒谷大陆中 让这些弩箭吸收荒谷气息 来提升至七阶极品等级 这些弩箭在吸收荒谷气息之后 比起原本金焰破山弩所配备的弩箭的威力 更加强大 也更加坚固 这次楚剑秋一次性足足炼制出了 二十五根巨大的弩箭 算上金焰破山弩还剩下的五根 目前金焰破山弩一共拥有了 整整三十根弩箭 这倒并非楚剑秋不舍得炼制出更多的弩箭 而是没那个必要 楚剑秋在炼制弩箭之前和张成了解过 这金焰破山弩一天之内 最多只能爆发三十次全力攻击 爆发的攻击次数越多 金焰破山弩也需要越长的时间来进行冷却 而一天内爆发三十次全力攻击之后 就是金焰破山弩的攻击极限了 如果再继续射击的话 金焰破山弩就会承受不住载荷 而直接报废掉 因为以金焰破山弩本身的材质 一天内承受三十亿七品零食的燃烧 已经是他的承受上限了 所以楚剑秋根据金焰破山弩一天之内的攻击极限 来炼制弩箭的数量 以免炼制多了浪费材料 虽然现在玄建宗在九溪大陆沼泽地东边的满荒山林内 发现了那座巨大无比的玄晶铁矿 但那座玄晶铁矿矿脉 大部分都是七阶下品的矿石 少部分是七阶中品 而达到七阶上品等级的玄晶铁矿矿石 还是极少的 对于这些七阶上品的玄晶铁和天才地宝 楚剑秋还是得省着点用 毕竟需要用到七阶上品玄晶铁的地方太多了 无论是炼制战阵甲兵 还是炼制战阵甲兵巨剑 都需要用到数量巨大的七阶上品玄晶铁 楚剑秋必须把这些珍贵的材料用到刀刃上 不能随便浪费了 如今北山区那支巨人族战部 在九溪大陆的那片无尽的莽荒山林内 如今的职责可不单只是 守护那座绵延数万里的玄晶铁矿矿脉 以及巨人族的挖矿队 还需要在那片莽荒山林内 寻找其他的天才地宝 毕竟那座绵延数万里的玄晶铁矿虽然巨大 但是也不是无限的 如果不去寻找其他矿脉 以玄建宗目前对玄晶铁的巨大消耗 迟早都在坐吃山空 除了北山区率领的巨人族战部在莽荒山林内 搜寻天才地宝之外 玄建宗的玄建堂高手 像左丘文 长孙袁白 唐兴文 吴古然等人 也都进入那片莽荒山林中搜寻矿脉 他们这些玄建堂的高手 又没有战将天赋 在战场上所立的战功 可远远无法和那些杰出战将相比 只能去接其他的任务 来赚取战功 而像搜寻天才地宝这种事情 战功的奖励也是极其巨大的 如果找到一座矿脉 根据这座矿脉的价值大小 都会奖励相应的战功 矿脉的价值越大 奖励的战功也就越多 像罗云天 当初因为首先发现魔岛的存在 楚剑球给他的战功 到现在他都花不完 凭借这笔巨大的战功 罗云天不但得到了九绝玄光秘点 天尊镜部分的修炼功法 而且还得到了数量巨大的荒谷气息奖励 而在这巨大资源的堆积下 罗云天如今已经是地尊镜巅峰的修为 而唐兴文五谷然两人 当初发现沼泽地南边的大草原时 也是得到了巨额战功奖励 这使得两人如今也凭借那大量的修炼资源 达到了一尊镜后起的境界 这种种的例子在前面 都是令人十分眼红的 所以玄建堂的一众高手 都是雄心勃勃地进入九些大陆中 去搜寻各种天才地宝 只要搜寻到重要的天才地宝 所立的战功丝毫不比那些战将 在战场上所立的战功少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毕竟现在玄建宗的战士比较少 在战场上赚取战功的机会可不多 都还不如他们在九夕大陆中历练呢 对于这些高手进入九夕大陆中闯荡历练 初见秋道也没有阻止 如今按摩王朝主要精力都放在进攻丰元王朝上面 可没有那么多闲功夫 在九夕大陆中搜寻玄建宗众人的踪迹 况且玄建宗的高手在进入九夕大陆 所历练闯荡的地方都刻意避开魔岛那片区域 遇到暗魔王朝武者的几率也极少 而且在进入九夕大陆历之前 这些高手都是做好万全准备的 事先都是兑换好了各种的灵符阵法 作为保命的手段 在种种保命手段之下 他们即使遇到了暗魔王朝的武者 打不过也能逃走 经过众多高手的搜寻下 玄建宗在这片莽荒山林中 已经又发现了不下三座巨大的矿脉 只不过这三座矿脉论品质都比不上那座玄晶铁矿 因为这三座矿脉主要的都还是七阶下品矿脉和七阶中品矿脉 其中七阶上品矿脉的含量都远远比不上那座玄晶铁矿 在找到一座七阶上品矿脉之前 戳建丘对七阶上品的玄晶铁的使用都还是得悠着点 不能肆无忌惮地挥霍 江峰郡城 城主府中 朴将军 崔将军联系不上 一名天尊敬中企的将领向朴淼汇报 联系不上 朴淼听到这话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 那崔莲的架子什么时候这么大了 去联系他的副将 让他告诉崔莲 必须在明天之前把那支大军给本将军带回来 若是明天天亮之前 本将军还是没有见到他的人 让他给本将军看着办 瞄瞄此时的脸色极其难看 心中恼火到了极点 在平潭郡城被楚建丘等人利用金燕破山弩暗算了一箭 差点让他丢掉了性命 他活了这么久 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受过如此沉重的伤势 即使他的黑林魔体造诣极高 并且服下了大量的魔灵果 他还是休养了将近十天的时间 才把身上的伤势养好 可见金燕破山弩那一箭 给他造成的伤势何等沉重 在湘丰郡城养伤的这段时间里 他通过魏家打探了一番情报 想查清楚楚建丘在平潭郡城重创他的战争兵器 究竟是什么东西 经过魏家的一番打探 最终魏家猜测 楚建丘在平潭郡城所使用的战争兵器 很有可能是之前宝通商行 在枫元皇城拍卖会上做拍卖的金燕破山弩 能够重创一名修炼了黑林魔体的天尊敬后期按摩域强者 这可意味着足以重创普通的天尊敬巅峰强者了 论其真正的战力 尤其是在防御力方面 天尊敬后期的缥缈可半点不弱于普通的天尊敬巅峰强者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能够一见重创此等强者的战争兵器 即使是贾吉的战船都根本做不到 可以说目前枫元王朝就没有如此强大的战争兵器 除了金燕破山弩之外 他们暂时还想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力 可以一见之下重创一名修炼了黑林魔体的天尊敬后期按摩域强者 但弄清楚楚剑秋在平潭郡城所使用的战阵讲兵 以及养好伤势之后 缥缈便开始调兵遣将 准备集合麾下大军赶到平潭郡城去报这一件之仇 金燕破山弩的威力虽然惊人 但也就只是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才能够重创自己 只要自己事先有了防备的情况下 金燕破山弩连碰都碰不到自己 就更不用说伤到自己了 至于金燕破山弩对自己挥下大军的威胁 只要他挥下这八万大军结成黑林魔甲阵 就连天尊敬巅峰的绝顶强者都无可奈何 还怕他一个区区的金燕破山弩 除非金燕破山弩能够无限制的攻击 这才有可能威胁到黑林魔甲 但是朴苗已经从魏家那里的情报了解到 金燕破山弩每发动一次攻击 就需要消耗整整一亿七品零食 他就不相信全剑宗的财力雄厚到这个地步 能够舍得无限制的激发金燕破山弩 只是正当他想要集结大军去进攻平潭郡城的时候 崔廉这狗东西居然联系不上 这让朴苗如何不恼怒 在攻破湘峰郡城之后 他当时让崔廉率领三四万大军去攻占湘峰郡东边的疆域 而剩下的四万大军 则由另一名天尊敬中企的将领率领去攻占湘峰郡的西边疆域 湘峰郡城一破 湘峰郡其他那些县城根本就不可能抵挡得了暗魔王朝大军的进攻 算算时间 崔廉应该早就已经把湘峰郡东边疆域的所有县城都攻占了下来才对 毕竟 进攻湘峰郡西边的大军早就已经完成了任务 在那名天尊敬中期将领的率领下返回了湘峰郡城 崔廉这狗东西 这么多天非但没有率领大军返回湘峰郡城 而且主动联系他 居然还联系不上 此时缥缈在心中早就已经把崔廉骂了个狗血临头 若是崔廉此时就在他面前 他都恨不得把那狗东西给生死了 当年崔廉率领整整五百万大军去攻打玄建宗的时候 非但寸功未利 反而被玄建宗重创 不但死了一名天尊敬将领 而且麾下大军还折损了将近两百万 这件事情让朴苗丢尽了脸 毕竟崔廉是隶属他麾下的战将 崔廉在战场上闹出这样的事情 自然让他脸上无光 在那之后他心中就一直不待见崔廉 此时崔廉居然还在这等要紧关头 闹出这样的幺蛾子 朴苗心中的愤怒合想而知 朴将军末将已经联系过了 崔将军的副将也联系不上 不但只是崔将军和崔将军的副将 整支大军天尊敬以上的将领全部都联系不上 那名天尊敬中期将领小心翼翼地说道 什么全部都联系不上 朴苗听到这话脸色顿时变了 此时他心中升起一股极其不妙的感觉 就在此时他的通讯玉符一阵震动 朴苗连忙取出通讯玉符读取了里面的讯息 在读取完通讯玉符里面的讯息之后 瞧瞧整张脸都彻底黑了下来 脸色难看到几点 这讯息是暗魔狱那边发过来的 暗魔狱中看守魂牌的负责人告诉他 就在刚才 包括崔莲在内的五名天尊敬强者的魂牌全部碎裂 这表明崔莲所率领的那支大军的所有天尊敬强者 已经全部陨落了 五名天尊敬强者同时陨落 而且其中还有两名天尊敬中期的战将 这可是捅破天的大事 之前的战争中 虽然也有天尊敬的强者陨落 但是那都是极少数的 而且陨落的基本上都是天尊敬初期的舞者 同时损失两名天尊敬中期的战将 这还是战争打到现在第一次发生的事情 要知道 修炼了黑林魔体的暗魔狱中期强者的保命能力 何等强悍 即使是天尊敬巅峰的强者想出手 想要杀死一名暗魔狱的天尊敬中期战将 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一下子陨落五名天尊敬强者 而且还包括崔莲和他的副将这样的天尊敬中期战将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朴苗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心中既震惊又愤怒 给我查 一定要给本将军把这件事情查得清清楚楚 朴苗对下面的将领惊怒无比的怒吼道 连崔莲和他的副将都已经陨落 那么崔莲所率领的那四万大军的下场可想而知 出了这样大的事情 即使他是暗魔王朝军中位高权重的著名战将 也很难对上面交代 果然在他刚刚下令彻查此事的时候 詹太就亲自发过讯息来向他问责 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何事 居然让五名天尊敬强者同时陨落 而且其中还包括了崔莲这样的强大战将 崔莲虽然当初在和玄剑宗那一战之中大败 蒙受了奇耻大辱 在暗魔王朝的军中不受待见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崔莲的确是一名非常杰出的战将 而且崔莲的武道天赋也是极其不俗 他已经摸到了天尊敬后期的门槛 距离突破天尊敬后期已经不远了 这样一名潜力巨大的战将的陨落 所引起的震动是十分巨大的 在詹太的亲自问责下 苗苗顿时满头冷汗 只能连连保证尽快查清此事 给上面一个满意的交代 在收起通讯玉符之后 苗苗脸色阴沉无比 他原本还想让下面的人去查 但是此事已经引起了詹太大将军的关注 就绝对不能拖延了 苗苗立即调动所有的人力 亲自出马彻查此事 苗苗带着大军顺着崔连当初经过的路线 一路清查下去 最终发现 崔连的大军最终出现的地点 正是在平潭郡城 而结合平潭郡城城外 那几乎被打成废墟的大片疆域 苗苗不用想都知道 崔连那支大军的消失就是被楚剑丘 在平潭郡城外给全剑了 连一个人都没有逃走出来 苗苗实在想不明白 楚剑丘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居然能够把一支四万尊者镜的暗魔王朝大军给全剑的 崔连所率领的那支大军四万尊者镜之中 几乎有一半都是地尊镜以上的修为 再加上崔连那五名天尊镜战将 如此强大的一股力量 即使是天尊镜巅峰的决定强者 都不敢正面与之相抗 更不用说把这一支大军给全剑了 苗苗本身就是在平潭郡城这边被重创的 他很清楚平潭郡城的守卫力量 平潭郡城之中也就一句金眼破山弩 能够对这支大军形成危险而已 至于平潭郡城中的那数万神变镜守军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数万神变镜守军没有战阵甲兵 根本就发挥不了多少战力 一名天尊镜就足以把这数万神变镜守军给灭掉了 尊者镜以下的大军也只有使用战阵甲兵的情况下 才拥有真正的威胁力 否则在天尊镜强者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 但即使平潭郡城中拥有那句金眼破山弩 也不可能做到把一支拥有五名天尊镜强者的四万大军给全剑了 即使打不过 崔莲也完全可以率领大军逃跑 怎么可能傻乎乎的站在原地等着金眼破山弩把所有的大军都灭掉 难道这城中还藏着其他的厉害手段 这个还真是说不准 楚剑秋的狡猾是出了名的 以此人的那一肚子坏水 还真有可能藏有什么极其厉害的杀招 当初自己就是因为不知道在城中藏着一具金眼破山弩 才被楚剑秋给阴了那一招 差点把命都丢在了平潭郡城这么一个小小的郡城中 而且现在从这平潭郡城中所散发的气息来看 明显比起当初他出手攻打的时候有了不小的变化 其中所隐隐散发着的危险气息 居然连他这名天尊镜后妻的强者都隐隐感到一阵心悸 这表明这看似不起眼的平潭郡城中的确藏有某种厉害无比的杀招 嫖妙虽然心中怀疑 但是却并不敢把神念散发出去查探郡城中的情况 毕竟上次他用神念渗透进去查探的时候 就被楚剑丘用汉神术给击伤了神魂 要不是因为当初事先被楚剑丘用神念攻击秘术上了神魂 使得他的实力降低了不少 后面经验破身弩的偷袭也没有那么容易击中他 在上次吃过一次大亏之后 嫖妙哪里还敢这样做 只是探查不清城中的情况 嫖妙一时间心中顾虑重重 又不敢轻举妄动 万一他再次对着平潭郡城发动进攻 又中了楚剑丘布置下来的什么诡计 那可就麻烦大了 当初他率领十万尊者静大军攻打湘峰郡城 在攻打湘峰郡城的过程中折损了两万大军 其中一万大军还是折损在楚剑丘的手中 而崔连所率领的那四万尊者静大军 又全部被歼灭在平潭郡城的城下 此时他手中所拥有的尊者静大军 也就只剩下四万了 比起崔连所率领的那四万大军强不到哪里去 当初他攻下湘峰郡城后 自己带领两名天尊静中期强者 南下追击楚剑丘 而麾下那八万大军本来就被他兵分两路 一路由崔连率领向东攻占江峰郡的东边疆域 另一路由麾下另一名天尊静中期战将率领 向西边攻占江峰郡的西边疆域 这两路大军各有四万人 原本力量就不分上下 如今崔连那一路大军被灭 就只剩下西路大军这四万人 西路这四万大军 除了多出他自己这名天尊静后期强者 和两名天尊静中期战将之外 其他方面和崔连的那四万大军相比 并没有什么差别 既然崔连那东路四万大军在攻打平潭郡城的时候 被全减了 瞄瞄可不认为 多出他这三名天尊静战力的西路四万大军 就能够攻下平潭郡城 说不准 再一次中了楚剑丘布置下的埋伏 又被他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厉害杀招 使得他们这西路的四万大军 也折散这平潭郡城城下 越是弄不清楚楚剑丘究竟用什么手段 灭了崔连那四万大军 瞄瞄心中对着平潭郡城 就越是忌惮和疑惧 也就越是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 他莫说攻打平潭郡城了 就连靠近平潭郡城都不敢 仿佛这个小小的郡城 是什么洪水猛兽一般 一只唯恐不及 生怕靠近这平潭郡城那么一点 就会中了楚剑丘所布置下来的厉害陷阱 原本 缥缈养好伤势之后 满腔怒火将调兵前将 找楚剑丘报那一件之仇 但在知道 崔连那四万大军被楚剑丘 无声无息的全奸之后 此时的缥缈哪里还有什么心思 找楚剑丘寻仇算账 他此时对楚剑丘可以说 只剩满心的惊惧了 无声无息灭掉四万尊者将大军 而且还包括其中五名天尊敬强者 这还是人吗 这简直就是魔鬼 好不好 再继续和楚剑丘纠缠下去 指不定连他自己都在折在这平潭郡城之中 但是他这支大军的进攻路线 偏偏又在这条道路上 根本就绕不开平潭郡城 现在他起虎难想 想不和楚剑丘对上都不可能 缥缈再三思考之下 最后只好把事情如实向詹太反应 同时向詹太请求增兵支援 以他目前这四万尊者将大军 他为时没胆子向平潭郡城发去进攻 暗魔王朝边境的军杖中 詹太收到缥缈的消息后 顿时满脸的寒霜 楚剑丘 又是楚剑丘 这小畜生还真是暗魔王朝的克星 屡次破坏暗魔王朝的好事 每次和这小畜生沾上关系的事情 就没有哪件是有好结果的 这小畜生对暗魔王朝的破坏力 已经远远超过一名天尊敬巅峰的强者了 甚至这小畜生的威胁 都足以和战龙尊者那老匹夫相提并论了 必须得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小畜生 否则还不知道他会搞出什么咬蛾子来 由于詹太的怒火 使得整个军长中都充满了肃杀的气息 整个军长中的各大将领感受到这肃杀无比的气氛 都是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船拎下去 让阴生全力配合朴苗拿下平潭郡城 不惜一切代价击杀楚剑秋 詹太面无表情地韩生说道 川山郡城距离城外十余万里的一座军长中 阴生收到詹太的命令后 边上不由浮现一抹煞气 他冷哼了一声道 朴苗这个废物 居然连一座小小的平潭郡城都拿不下 居然还有脸求远 阴生是暗魔王朝的十大战将之首 也是天尊镜巅峰的绝顶强者 论实力 他在暗魔王朝的大军中也是仅次于詹太 和雁锋的实力不相上下 可以说是暗魔王朝军中的第三号人物 在暗魔王朝五十万尊者镜大军 从远古遗址秘境中突起而出 闪电般攻陷鸡城郡防御长城的北断城墙 在势如破竹地攻打到川山郡 他便被詹太派过来主持这场战事 如今 距离他攻打川山郡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月时间 期间 他对川山郡发起过无数次进攻 但是由于川山郡的防御太坚固了 而且 防御川山郡的兵力极其充足 想要正面攻破川山郡为是太过艰难 毕竟 川山郡乃是丰元皇城的屏障 一旦川山郡被攻破 丰元皇城将会无险可守 暗魔王朝大军将会直接 兵临封元皇城城下 到那时 封元王朝就真的是微弱雷乱了 川山郡作为封元皇城的屏障门户 防御攻势方面的构筑 也就仅次于封元王朝的边境西长郡 川山郡城的防御大阵远非相封郡城可比 再加上 封元王朝对川山郡的重视 也是派遣重兵把守 战龙尊者几乎把将近过半的战阵甲兵 都调派过来了川山郡城了 而且川山郡城还是有几百亿 这名封元学宫传宫堂堂主亲自坐镇 几百亿在实力上不用说 是一名强大无比的天尊井巅峰决定高手 在封元王朝的十大高手中 他也就仅仅排在战龙尊者之后而已 如果说战龙尊者在封元王朝十大高手中排行第五 那么几百亿就刚好排在第六位 而前面那四位则是封元皇族的二皇子封非臣 封元皇族的老祖封山玄 封元学宫的公主南宫燃雪 以及封元王朝的皇帝封义 封非臣早在二十多年前 已经离开了封元王朝到中州其他地方闯荡了 封山玄所生寿远已经不多 不会轻易出手 因为以他目前这种状态 没出手一次 只会加速他的寿元消耗速度 只会让他更快陨落 封元学宫公主南宫燃雪 常年处于闭关状态 此时正在闭关冲击半步通玄境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关 至于封元皇帝封义 更不会轻易离开封元皇城 所以几百亿虽然在封元王朝的一众高手中 排行第六 但是在能够出手的人物之中 他却算是仅次于战龙尊者的强大战力 算得上是这场战争中 封元王朝能够正常出手的大能之中的第二好高手了 让几百亿坐镇川山郡城 也可以看出封元王朝对川山郡的重视 也正是因为川山郡的防守力量太强了 所以即使是阴生这位暗魔王朝的十大战将之首 暗魔王朝大军中的第三号人物 亲自率领大军进攻 想要从正面攻下川山郡城 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初阴生便决定采取分兵出击三面包抄的策略 他让麾下的两名天尊敬后期战将石剑和朴苗分别率领十万尊者敬大军 实行他分兵出击的战略 石剑所率领的那支十万尊者敬大军从北边攻打辅瑞郡 攻陷辅瑞郡之后接着便以辅瑞郡为跳板 攻下川山郡北边各郡 从北边对川山郡形成包抄的局势 而朴苗所率领的十万尊者敬大军 则从南面攻打湘峰郡 攻陷湘峰郡后便一路南下 接连攻下平潭郡和渝宁郡 只要缥缈攻下湘峰峰、平潭郡和渝宁郡三大军 向西可以切断西长郡战龙尊者那支大军的后路 和瞻太的大军对西长郡的丰元王朝守军 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向东也可以攻下景顺郡 从而从南边对川山郡形成包抄之势 如果朴苗能够顺利完成他的计划 将会对整场战争切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到那时 丰元王朝基本上就已经大势已去了 因为一旦川山郡被三面包抄的话 川山郡被攻破将会指日可淡 川山郡一破 他的大军就可以直指丰元皇城了 他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完美无比 一旦他这个计划实现 攻下丰元王朝基本上指日可待 但可惜的是 朴苗这个废物连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让他的计划受阻 早知道朴苗居然如此废物 他就不派这个废物去执行他的计划了 他原本感觉辅瑞郡和湘峰郡这两个郡城 是非常容易被攻陷的 在十万尊者境大军的进攻下 以这两个郡城的防御力量 根本不可能阻挡得了这两路大军的攻击 他这个计划按理说非常容易实现的 所以当初他在派出 率领这两路大军的主将的时候 并没有选择最为精锐的 天尊境巅峰强者来带军 因为这些顶尖的战力 需要留在川山郡这边 震慑川山郡城中的守军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离开川山郡去增援其他郡城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瞄瞄居然废物到这个地步 居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攻打一个湘峰郡城折损两万大军 也还罢了 居然还在一个小小的平潭郡城 折损四万大军 而且还损失了五名天尊境战将 在刚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阴生心中的怒火简直是难以形容 他真是恨不得一刀 把渺渺这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废物给批了 同样率领十万大军攻打 辅瑞郡的石剑 不但早已经攻下了辅瑞郡 而且还接连攻下了 川山郡北边七个大军 完全占领了川山郡北边的江域 而且石剑在攻下这八个大军的过程中 一共折损的大军都还不到一万人 与石剑的杰出战绩相比 朴苗的表现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不过 阴生虽然对朴苗恼怒到极点 却也不得不增兵去支援朴苗 一来 朴苗这条进攻路线 对他攻打川山郡的计划十分重要 二来 在詹太的命令下他也只能执行 虽然他也是天尊敬巅峰的强者 作为暗魔王朝十大战将之首 在实力上比詹太也弱不了多少 但是暗魔王朝的军中等级森严 军令如山 詹太作为暗魔王朝的三军统帅 他必须听从詹太的号令 不过阴生心中其实对詹太并不是如何服气 虽然詹太的实力比他强上那么一点 但是在他看来 詹太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蟒夫 若是没有燕峰协助的话 詹太根本就玩不过战龙尊者那老匹夫 阴生心中真正佩服的 是燕峰这个暗魔王朝的军师 那才是智慧超群有勇有谋的真豪杰 根本就不是詹太这个只会呈匹夫之勇的蟒夫可比 只是御主需要他们之中的最强者坐镇三军 担心以燕峰的实力不足以震慑三军 这才让詹太这个蟒夫做了三军统帅 而燕峰则是作为军师协助詹太 毕竟在暗魔王朝的大军之中最看重的还是实力 燕峰虽然作为军中的二号人物 但是在实力上却和暗魔王朝十大战将的前面三大战将实力差不了多少 不像詹太那样 实力可以直接横压十大战将一头 阴生接下来从他这三十万尊者将大军中划布出了十万兵力 让谭台成亲自率领前往支援缥缈 谭台成是暗魔王朝十大战将中排行第五的强大战将 也是天尊敬巅峰的绝顶强者 与他相比也仅仅只是稍弱一筹而已 有谭台成的亲自出手他就不信 这个什么狗屁楚剑丘还能搞出什么幺蛾子来 除了从他这里划布出十万兵力之外 阴生还下令十剑 也从他那十万大军中划布出五万兵力南下支援缥缈 十剑那十万大军已经攻下了辅瑞郡 以及川山郡以北的七个大军 对川山郡北边已经形成了合围之势 由于南路缥缈那支大军的计划受阻 十剑这支大军暂时也还没有从北边对川山郡发起进攻 所以暂时来说 十剑这边也不需要十万大军进行镇守 有五万大军已经足以对川山郡北边形成威慑之势 不过也正是因为十剑已经拿下了川山郡北边的七个大军 对川山郡北边形成威慑 阴生才敢从他这里划布出十万兵力 并且让詹台成亲自率领南下 否则 若是没有十剑那支大军在川山郡北边 对川山郡形成威慑的话 阴生敢分兵十万 并且还让潭台成这样的决顶高手离开 川山郡中的风源王朝守军还真就敢出兵反扑 但是就是因为有十剑那支大军在川山郡北边形成威慑 使得川山郡中的守军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川山郡北边的防御可远远无法和川山郡七边相比 在十剑那支大军威慑下 川山郡城中的守军必须派出更多的大军去镇守北边城池 以防止实践那支大军从川山郡的北边攻陷川山郡城 当然 阴生派出十万大军也已经是他所能够派出的兵力的极限了 若是派出再多的话 他所剩下的大军就无法再对川山郡形成威慑了 他若敢继续削弱自己这边的大军兵力的话 川山郡中的守军即使不敢出城反扑他这支大军 但却完全敢从北边出兵攻打十剑那支大军 那样一来 就要破得十剑放弃已经攻下的大片疆域撤退了 为了南路战线而放弃北边战线 这显然也不是阴生想看到的 况且有了澹台城率领的这十万尊者镜大军 加上十剑分兵出来的五万尊者镜大军 再加上缥缈原本还剩下的四万大军 这已经是整整十九万尊者镜大军了 这股力量即使比他这边分兵之后所剩下的二十万大军都弱不了多少 在如此强大的一股大军的进攻下 他就不信一个小小的平潭郡城还能够抵挡得住攻击 任他楚剑丘诡计多端拥有通天彻地的手段 但是在这绝对实力差距的碾压下 他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 如果楚剑丘在这种情况下都还能够守住平潭郡城 那他也无话可说 不得不说一个福字了 澹台城在得到命令后 率领十万大军和石剑从北边分出来的五万大军会合后 浩浩荡荡的十五万尊者镜大军直扑行潭郡城而去 川山郡城城主府的一个院落里 魏恒读取了通讯玉府里面的讯息后 顿时忍不住冷哼了一声 果然不出所料 当初宝通山行拍卖会上一号包厢里面的神秘人 果然就是楚剑丘这小畜生 作为魏家的少主 缥缈向魏家打听金燕破山弩的事情 自然瞒不过他的耳目 很快魏恒就知晓了平潭郡所发生的事情的始末 也知道了楚剑丘在平潭郡城使用金燕破山弩重创了朴渺 而且还不知道设下了什么手段 使得崔连所率领的四万暗魔王朝尊者镜大军全军覆没 其中还包括了五名天尊镜强者 在湘峰郡城被暗魔王朝大军攻破之后 他便与风飞宇周延等人投掷了川山郡城 不但只有他们这些人 包括风飞云 吴木 杨潇宇 汤淮 己耀 等当初在湘峰郡城协助防守的部分幸存的风源学宫弟子 最终都逃到了川山郡城之中 不过那一战最终能够逃得性命的风源学宫弟子 毕竟还是少数 当初五万风源学宫弟子协助湘峰郡城 最终能够逃得性命的连一万都不到 这些尊者静的风源学宫弟子 都是风源学宫的精锐 这一次折损如此重大 可以说湘峰郡城那一战 已经使得风源学宫的元气大伤 也不知道再经过多少年的修养生息 才能够恢复元气 毕竟风源学宫可不像现在的暗魔域 可以通过远古遗址秘境的磨岛上的磨灵果和暗魔支器 源源不断的制造出尊者静武者 暗魔王朝的尊者静大军死了一批 很快又能够通过大量的磨灵果堆积出来新的一批 但是风源学宫的尊者静弟子死了一个可就是少了一个 一名尊者静弟子可不是说培养就能够培养出来的 不过即使如此 风源学宫也依旧不得不咬牙忍痛 把这些集合的风源学宫尊者静弟子 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前线上来 虽然这些尊者静弟子在战场上战死 虽然会使风源学宫元气大伤 但是这场战争若是打输了 风源学宫也就直接覆灭了 连风源学宫都覆灭了 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元气大伤不大伤 楚剑秋 既然你如此能耐 本朝就再给你添点料 看你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三头六臂 不死之神 这样都还弄不死你 魏恒眼中闪过一抹阴冷的神色 冷笑一声道 随着潭台城率领十五万尊者静大军南向 风源王朝各方势力 正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一众天尊静强者对此事惊疑不定 一则消息 犹如飓风般 瞬间席卷了整个风源王朝 楚剑秋在平潭郡城使用金眼破山弩 重创了暗魔王朝的天尊静后期强者 小鸟 并且全监了包括崔连等五名天尊静在内的 暗魔王朝四万尊者静大军 当初在宝通商行拍卖会上的一号包厢神秘人 此时已经确定无误 就是楚剑秋 这个消息犹如一座十万丈的大山投入到大湖之中 一时几起千层浪 整个风源王朝的各方势力强者 全部都被这则消息给震惊的呆了 他们既震惊于楚剑秋原来真的就是 当初宝通商行一号包厢神秘人这一个事实 又震惊于金眼破山弩的威力比想象中的都还要强悍 居然凭借一句金眼破山弩不但重创了天尊静后期强者 瞧瞧而且还灭掉了包括五名暗魔王朝天尊静强者在内的四万尊者静大军 真是想不到 当初那则所谓的谣言居然是真的 楚剑秋居然真的就是那场拍卖会的一号包厢神秘人 这且不是说楚剑秋的身上不但拥有金眼破山弩 还拥有天将魅铁残卷 这门先天上品的秘书 以及仓空万军剑那一套成长类法宝 这一小子的身价可还真是丰厚啊 只是这小子究竟哪来的那么多钱 这奖把我加起来 当初他差不多花了将近六十亿七品零食吧 我们风原王朝的边军在玄剑宗下了那么多套的战阵奖兵订单 价值远不止六十亿七品零食 他们玄剑宗尤其会没钱 可是玄剑宗的钱归玄剑宗的钱 这和楚剑宗又有什么关系 不是听说楚剑宗在玄剑宗内很不受待见吗 这个估计是他们玄剑宗放出来的障眼法吧 毕竟楚剑宗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可是出了名的 连按摩王朝都在他的手底下屡屡吃饼 我们有可能被他给骗了也是说不准的 好小子连本作都被你给骗惨了 也就说了 你小子无论怎么说也是风原王朝从所未见的绝世妖孽 又怎么可能在玄剑宗内不受待见 战龙尊者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顿时也明白过来自己之前被楚剑宗的障眼法给欺骗了 说不定玄剑宗那个居于幕后的神秘公子就是楚剑宗本人呢 这小子花花肠子还真多 居然事先料到了当初他会派屈虹等人去玄剑宗购买战阵假兵的事情 让夏幽黄和颜青雪等人演了那场大戏 让屈虹误以为楚剑宗在玄剑宗内不受待见 不过战龙尊者在这方面还真是冤枉了楚剑宗 夏幽黄和颜青雪原本对楚剑宗的态度就很不客气 这根本就不是他们故意演的 而是他们本来平时就那样对待楚剑宗 他们在平时直呼楚剑宗的名字习惯了 所以当初在和屈虹等人谈判的时候 在屈虹提起楚剑宗的时候 他们也并没有刻意去怎么称呼楚剑宗 而是像平时那样直呼楚剑宗的名字 而这样误打误撞之下 却让屈虹误认为楚剑宗在玄剑宗内并不受待见 毕竟如果楚剑宗在玄剑宗的地位若是比较高的话 夏幽黄和颜青雪这样的玄剑宗重要人物 又怎么可能会直呼他的名字 而没有使用净称 而这件事情后来被楚剑宗指导之后便将计就计 故意误导屈虹往内方面去想 这就使得战龙尊者等一众风源王朝的军方高层 都一直误以为楚剑宗在玄剑宗内不受待见 所以在有关购买战阵甲兵的价格谈判的时候 他们也就很难抬出楚剑宗这个风源学公弟子的身份 来向玄剑宗索要优惠了 在得知金燕破山弩就在楚剑宗的手中的时候 战龙尊者再无怀疑 楚剑宗就是当初宝通商行那场拍卖会的一号包厢神秘人 而当初一号包厢的神秘人可是接连出手拍下了 苍空万军剑、天香魅体残卷和金燕破山弩三件价值极高的宝物 豪制数十亿七品零食的土豪 以楚剑宗自己本身的身价 若不是借助了玄剑宗的财力的话 战龙尊者可不相信 但靠楚剑宗自己本人能够拥有如此天亮的财富 而楚剑宗能够调动玄剑宗如此巨量的财富 又怎么可能会在玄剑宗内不受待见 他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 楚剑宗就是玄剑宗背后那个所谓的神秘公子 也只有玄剑宗的实际控制人 才能够如此肆意的调动玄剑宗内如此天亮的财富 而且从这件事情之中也可以看出 楚剑宗对玄剑宗的掌控力是何等的巨大 不过战龙尊者虽然从这则消息之中得知了 楚剑宗就是当初宝通商行那场拍卖会的一号包厢神秘人 并且猜出了楚剑宗还是玄剑宗背后的那个神秘公子 但是战龙尊者也同样看出了这则消息传播的不同寻常 从这则消息的传播速度来看 很明显背后有人在推波助澜 而且在背后推波助澜的人很明显是和楚剑宗有仇 这则消息的传播对楚剑宗的处境非常不利 明眼人都能看出 传播这则消息的幕后的人不安好心 因为这则消息极大的夸张了金燕破山弩的威力 而且还刻意把这件事情的重点往当初宝通商行那场拍卖会上瘾 让人知道楚剑宗的身价究竟有多么丰厚 而且身上有多少值钱的东西 仓空万军箭 天香魅铁残卷 金燕破山弩 这无疑不是价值珍贵无比的宝物 对于很多天尊敬强者来说 这些宝物的诱惑力是极其致命的 尤其是这些宝物还在楚剑丘这么一名区区的人尊敬武者的手中 难免会引起无数强者的际遇 这对楚剑丘的处境非常不利 虽然无数事件证明 楚剑丘的实力并不能以普通的常理来揣夺 楚剑丘的难杀程度并不比一名天尊敬强者弱多少 但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 总会有人心存侥幸 战龙尊者不仅有几分为楚剑丘担心起来 谭台城率领15万尊者静大军南下 与缭缭4万尊者静大军将会合 一起开赴平潭俊成 到时候楚剑丘将会面对整整19万暗魔王朝的尊者静大军 而且还有谭台城这个暗魔王朝十大战将排行第五的天尊敬巅峰的决定强者 战龙尊者和暗魔王朝大军交锋无数次 分清楚暗魔王朝的底细 这个谭台城可不是简单的人物 在暗魔王朝十大战将之中堪称智勇双全的人物 不但实力极其强大 而且智谋也很是不俗 楚剑丘对上这样的人物那可真是麻烦了 虽然战龙尊者不知道 楚剑丘究竟用了什么手段全歼了摧连那四万尊者静大军 而且还灭杀了五名天尊敬强者 但是战龙尊者却十分清楚 单凭金眼破山弩是根本无法威胁到谭台城这种绝顶强者的 因为谭台城即使是在天尊敬巅峰强者之中 都算是排在极其前列的人物 原非普通的天尊敬巅峰强者可比 至于楚剑丘对他的隐瞒欺骗战龙尊者却毫不在意 因为那家伙本来就是一个彩米 他这样做也就是想把战阵甲兵卖的价钱高一点而已 又不算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事 况且他从淳于石那里了解到 玄剑宗卖给他们战阵甲兵的价格 相对来说已经算是很良心的了 若是放在其他可以出售战阵甲兵的地方 可没有办法用如此低的价格购买到战阵甲兵 毕竟战阵甲兵的打造实在太难了 而且失败率还非常高 战阵甲兵光是在炼制成本上 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丰元王朝边军能够以那个价格购买到战阵甲兵 已经可以算是赚到了 战龙尊者对此并没有什么不满足的 希望这小子能够安然度过这一劫吧 可别舍在听谈郡城了 战龙尊者暗叹一声 面对潭台城的十九万尊者将大军 楚剑丘原本就处境艰难 如今再有这则包藏祸心的消息在背后推波助澜 楚剑丘的处境可谓是内外交困 但是战龙尊者除了为楚剑丘祈祷之外 基本上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丰元王朝各处的兵力非常吃紧 根本分不出兵力去支援楚剑丘 丰叶在收到这则消息的时候 脸色也是十分的难看 他原本以为当初宝通山行拍卖会一号包厢的神秘人 是什么身份尊贵实力强大的大能 却想不到还真就是楚剑丘这个区区丰元学宫的外门弟子 一个区区人尊敬的蝼蚁 自己居然对一个区区人尊敬的蝼蚁 把态度放得如此低 对一个区区丰元学宫的外门弟子如此敬畏 此事流传出去自己简直就成了一个笑话 没当想到自己当初对待那一号包厢神秘人的谦卑态度 丰叶就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同时他觉得自己被宝通山行的会长吴焕和楚剑丘联合戏耍了 好一个楚剑丘 好一个吴焕 蜂叶红着眼睛咬牙切齿的恨恨道 当那场拍卖会一号包厢神秘人的身份揭晓的时候 不但只是他蜂叶颜面无存 整个蜂元皇族的颜面都是大损 因为宝通山行居然把一号包厢给了楚剑丘 这个区区蜂元学宫的外门弟子 一个区区人尊敬的蝼蚁 都不给他蜂元皇族 这表明在宝通山行的眼里 蜂元皇族都还不如一个人尊敬的蝼蚁重要 这个侮辱和轻视可以说是到达了极点 虽然蜂叶也感觉到这则消息有人在背后会一波助澜 散播这则消息的人很明显是别有用心 目的就是挑拨他们蜂元皇族和楚剑丘之间的关系 但即使明知道如此 蜂叶却依旧难以咽下这口被戏弄的恶气 此时他对楚剑丘的印象简直差到了极点 对于谭台城率领15万尊者静大军南下 以及那则消息的疯狂传播 楚剑丘自然也得到了消息 经过这么多年的布置 安夜营的情报网络几乎遍布了整个蜂元王朝的西边疆域 对于这片疆域上所发生的一举一动 楚剑丘几乎都了如指掌 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楚剑丘眉头顿时也不由助了起来 谭台城作为暗魔王朝十大战将排行第五的恐怖存在 实力深不可测 他所率领的那15万尊者静大军 若是和缥缈的4万尊者静大军会合后 总共将会拥有整整19万尊者静大军 这是一支可怕无比的力量 如今谭台郡城虽然已经被他布置下大五星剑阵 勉强能够发挥出大五星剑阵第三重的威力 现在的平潭郡城 无论是在防御力还是杀伤力上 都远非知强可比 但即使如此 要抵挡占台城所率领的19万尊者静大军的攻击 还是很勉强 若是把玄剑宗的战阵甲兵调过来 或许不拒谭台城的这19万大军 但是如果玄剑宗的战阵甲兵和谭台城的 这19万尊者静大军交锋的话 即使能够抵挡住谭台城这19万尊者静大军的攻击 但是付出的代价必然会极其沉重 尤其是对方拥有谭台城这样一名天尊静巅峰的决顶强者 所拥有的威胁力是极其恐怖的 虽然玄剑宗的七杰夏品战阵甲兵也能够发挥出不亚于天尊静巅峰强者的战力 但是与真正的天尊静巅峰强者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毕竟天尊静巅峰强者不单指攻击强大无比 在反应和速度方面也是极其恐怖的 七杰夏品战阵甲兵在攻击力方面不弱于天尊静巅峰强者 但是在速度和反应方面却远不能和天尊静巅峰强者相比 七杰夏品战阵甲兵若是与天尊静巅峰强者对上还是非常被动的 因为天尊静巅峰强者凭借各种手段 要打便打要退便退 若是在战场上谭台城避开七杰夏品战阵甲兵 而专门针对六杰极品战阵甲兵下手 那么六杰极品战阵甲兵的处境将会极其危险 玄建宗如今的整体实力虽然已经不弱 但是却缺少这种真正的顶尖战力 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比较被动了 如果玄建宗也拥有一名真正的天尊静巅峰战力的话 这场战争未必不可以打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可就有点棘手了 玄建宗在再三思考之后决定先下手为强 趁着潭台城那十五万尊者将大军还没有到来之前 先把缥缈的四万大军给灭了 事先削弱暗魔王朝大军的一部分力量 也能够使得后面他们的压力小一些 平潭郡城城外数十万里之处的暗魔王朝军杖中 缥缈在得到潭台城率领十五万大军来源的消息后 这才常常说了口气 楚建丘即使再厉害 也无法和潭台城的十五万尊者将大军抗衡吧 而且潭台城那十五万尊者将大军 再加上潭台城 这名在暗魔王朝十大战将中排行第五的天尊静巅峰决顶强者 即使是横推都能直接把平潭郡城推平 金眼破山弩能够重创他 但是在潭台城这样的天尊静巅峰决顶强者面前 却根本不会有丝毫用武之地 这一回如果楚建丘继续失守平潭郡城的话 那么楚建丘就死定了 如果楚建丘逃跑那也正好 他们完全可以一路横推 直接打到渝宁郡 再把渝宁郡东边的景顺郡 渝宁郡东边的卢南郡都给灭了 到时候兵临南州城下 甚至能够挥师直下南州 灭了玄建宗报那一箭之仇 瞧瞧越想越是兴奋 觉得灭掉楚建丘和玄建宗就在眼前了 只是正当他想的美妙的时候 轰轰轰 忽然军长外面传来一阵阵阵天巨响 与此同时还传来一阵阵惨叫声 瞧瞧听到这巨大的响动 心中顿时不由一颤 心中生起一股极其不妙的感觉 他连忙冲出军长到外面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瞧瞧冲出军长的时候 眼前的这一幕完全把他给惊呆了 只见在他们大军驻扎的营地四周 不知何时出现了数十具战阵甲兵 这些突兀出现的战阵甲兵 正在对暗魔王朝的大军营地 发起疯狂无比的攻击 在猝不及防之下 四万暗魔王朝尊者敬大军 在这短短的瞬间 已经被灭掉了一万 虽然瞧瞧一直以来都严神戒备 方知楚剑丘闹出什么幺蛾子 但是这数十具战阵甲兵出现的 是在太古突然了 事先连半点征兆都没有 他们都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对方打了个措手不及 瞧瞧看着眼前这一幕 一颗心沉到了谷底 一阵阵凉气从心底中升起来 他千防万防 居然最终还是没有防住 这一场意外的发生 这些战阵甲兵究竟是怎么冒出来的 即使对方的隐匿之术再厉害 也绝对不可能无声无息 把数十具战阵甲兵潜伏过来 而让自己没有丝毫的察觉 难道这些战阵甲兵还能够凭空直接冒出来不成 这种诡异无比的手段还真是令人不寒而立 瞧瞧却根本不会想到 这些战阵甲兵还真就是凭空冒出来的 楚剑秋借助天与动天的力量 只要在天与动天辐射的范围之内 他随时可以让战阵甲兵神出鬼没的出现在任何地方 而这种方式的出现 事前根本不可能用任何手段探测的出来 等到对方发掘战阵甲兵的踪迹的时候 已经面临着战阵甲兵的疯狂进攻了 瞧瞧不愧是身经百战的著名战将 虽然面临这种突兀发生的变故 他很快也就镇静了下来 不断指挥组织着大军的反击 在和那些天尊敬战将联手之下 瞧瞧努力挡下了战阵甲兵的一波猛烈的攻击 让麾下的那些尊者敬大军能够稍微缓过劲来 一场恐怖的大战之下 瞧瞧那四万尊者敬大军驻地都被打成了一片废墟 不过一番剧烈地厮杀过后 还是被瞧瞧等人逃了出去 瞧瞧在带着数千残军杀出重围之后 根本就不敢再待在平潭郡境内 一路急速北逃 丝毫不敢又丝毫地逗留 他这回真是被玄剑宗给打得心胆俱丧 虽然他竭尽全力杀出了重围 但最后还是被数据七阶相品战阵甲兵给联手重创 这一次他所遭受的重创可半点也不比上次挨了金焰破山弩那一件轻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饶使他黑灵魔体已经修炼到极高层次 但接连遭受如此恐怖的重创也让他有点受不了了 接连两次的重创已经伤到了他的武道根基 若是没有珍贵的天才地宝来修复他的武道根基的话 估计他此生的修为也就止步于天尊敬后期 在南枪上再进一步了 被杀了这一场之后 缥缈对楚剑丘早已经恨意全消 满枪的恨意全部化作了无边的恐惧 若是有可能的话 他此生都不愿再与那个妖孽相遇 那根本就不是人 就是一个不可以成理揣夺的变态 他那神出鬼没的手段想都想不出来 那就更不用说事先提防了 如果继续与楚剑丘纠缠下去 他都不知道哪一天会被楚剑丘给玩死 楚剑丘率领战阵甲兵大军 对缥缈的残兵追击了一阵便收兵返回 能够活下来杀出重围的残兵实力都是极为强大的武者 即使正面无法和战阵甲兵抗衡 但是速度却非战阵甲兵可比 战阵甲兵的正面攻击力的确强横无比 但是速度上却是一个硬伤 楚剑丘在收兵之后清点了一番此战的情况 在一番清点之后楚剑丘的脸色不由很是不好看 这一战虽然歼渺了缥缈麾下三万多的暗魔王朝大军 而且击杀了两名天尊敬初期战将 但是玄剑宗也折损了一具六阶极品战阵甲兵 以及十余具战阵甲兵遭受重创 两具七阶下品战阵甲兵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其实战阵甲兵遭到重创也就罢了 以楚剑丘的手段修复起来也是小事情 最令楚剑丘心中不好受的 是那一具六阶极品战阵甲兵被彻底击毁 战阵甲兵中的一万将士全部阵亡 若是在丰元王朝的高层看来 一万神灵境的将士换取歼灭三万多的暗魔王朝尊者境大军 这一笔买卖超值了 莫说一万神灵境将士换暗魔王朝三万多的暗魔王朝大军 即使是三十万神灵境将士 能够换取歼灭暗魔王朝的三万多尊者境大军 封元王朝都感觉非常值了 神灵境将士在封元王朝的高层眼中根本就不值钱 但是楚剑丘却不会这样看 无论是神灵境还是尊者境的将士 在他的眼中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自从击败了血影联盟之后 玄剑宗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出现过如此巨大的伤亡了 楚剑丘心中不由很是沉重 现在光是围剿缥缈的这四万尊者境大军 就已经让玄剑宗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 若是真和詹台诚那十五万尊者将大军对上 玄剑宗也不知道还要付出多大的伤亡呢 尤其是詹台诚这名在暗魔王朝排名第五的 天尊境巅峰绝顶强者 绝对会给玄剑宗的战阵甲兵大军带来难以想象的重创 这样的实力强大的绝顶强者 在战场上对战阵甲兵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在刚才那场战争中 那具六阶极品战阵甲兵就是挨了缥缈的全力一击之下 被直接打爆的 此时 楚剑宗心中陷入一阵纠结之中 究竟还要不要在平潭郡城继续守下去 如果继续守下去的话 势必会和詹台诚的十五万尊者将大军对上 玄剑宗势必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但是如果不守的话 直接撤退的话 对玄剑宗的形势同样不容乐观 因为他们如果直接撤退 詹台诚的十五万尊者将大军 就可以以横推之时 一直横扫平潭郡 景顺郡 渝宁郡 和卢南郡 景顺郡和卢南郡 如今可是玄剑宗的地盘 玄剑宗在这两大郡中经营多年 已经在这两郡之中布置了不少人手 而且景顺郡还有孟家和李家这两大家族在 楚剑宗也不可能放弃他们 毕竟孟家是孟贤的家族 而李家是李湘君的家族 楚剑宗不可能对他们的安危坐视不理 但即使可以把这两家的人迁入南州 却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暗魔王朝的大军 还是可以从卢南郡那里植入南州 到那时对南州所造成的破坏 将会更是难以想象的 玄剑宗南州北境的阵法成城 虽然已经修建的差不多了 但是就只剩下卢南郡那一段城墙没有修建好 这成为了玄剑宗最为致命的破绽 在思考了很长时间之后 楚剑宗最终还是决定 在平潭郡城狙击谭台城的 十五万尊者将大军 因为卢南郡那段阵法长城还没有修建好 迟早都避免不了和 潭台城这支暗魔王朝大军的正面一战 在潭台城十五万大军即将逼近平潭郡城 丰元王朝各处大军的战事 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时候 丰元学宫东远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骤然间爆发出来 这股强大的气息如山如海 强大的难以想象 若是这股气息肆无忌惮地爆发出来 方圆数万里内估计都会化作一片废墟 整个东远估计都会直接被凭空抹去 不过 这股气息刚刚爆发的时候 就被一道强大的阵法力量给约束住 使得这股强大气息的爆发 禁线于一个小院的范围内 并没有外泄出去 这个小院内的所有事物 虽然被这股强大的气息被轰得碎成了积粉 但是所造成的破坏毕竟还是很有限的 随着这股气息平息下来 一道身影从东远之中冲天而起 我顾青今天终于突破了 顾青身形悬浮在东远上空 意气风发地哈哈大笑道 仿佛要把这多年来的憋屈都在这一声大笑中宣泄出去 枫园皇宫 枫山玄和枫义的目光朝枫园学宫东远方向望去 两人几乎在同时眼中都闪过一抹冷芒 顾青的突破自然瞒不过他们两人的感知 在顾青突破的那一瞬间 两人就已经第一时间感应到了 对于顾青的突破 两人非但没有感到欢喜 反而心中生出了强烈的杀气 顾青这种绝世妖孽既然不能为他们所用 那就必须想办法铲除 因为顾青的武道天赋太过妖孽了 在当年顾青可是唯一一个能够和风飞臣相提并论的绝世天骄 他们很清楚这种妖孽究竟有多可怕 枫山玄和枫义其实一直都想铲除顾青 而事实上在当年顾青和风飞臣那一战的时候 他们就想趁机把顾青给击杀了 以除掉这个风原皇族的巨大威胁 当年顾南淹中了暗魔窟引毒的那一场变故 与其说是风飞臣在背后推波助澜 还不如说是整个风原皇族配合暗魔狱的一场阴谋 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铲除顾青 那几名被青孝男所杀 后来被风原学公执法堂调查出来 与暗魔狱所勾结的风原皇族弟子 只不过是风原皇族推出来的替罪羊而已 只不过当初风原皇族虽然想出手击杀顾青 却被整个风原学公的高层联手阻挡了下来 为了保下顾青 风原学公公主南宫燃血 风原王朝的三军统帅战龙尊者 执法堂堂主司空北齐 扶镇堂堂主将继 炼戒堂堂主纯鱼石 执视堂堂主公书仪 几乎整个风原学公的高层进出 在如此众多风原高手共同出面的情况下 即使是风原皇族也只能退让三分 虽然论起整体实力而言 因为风原皇族拥有一名半步通玄境的决定强者 风山玄 整体战力并不比风原学公弱多少 但是风原皇族却不可能为了铲除顾青 而冒着和风原学公血拼的风险 真要发生那样的事情 风原皇族最终能不能击杀顾青海两说 但是最终的结果却一定会是和风原学公两败俱伤 而一旦风原学公和风原皇族两败俱伤 暗魔王朝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在暗魔王朝内部内斗剧烈 元气大伤的情况下 不可能抵挡得了暗魔王朝的乳侵 那样一来 风原王朝必然会覆灭 所以在风原学公一众高层的联手下 再加上 当初顾青已经被风飞尘重创 伤了五道根脊 而且因为贡南烟的事情 顾青道心蒙尘 心气已坠 基本上已经差不多是一个废物 以后很难在五道上再进一步 这种废物对风原皇族威胁有限 杀不杀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风原皇族最终退让了一步 留了顾青一命 只是没想到 时隔三十多年 这已经成了废物的顾青 居然在五道上再上一层 突破了境界壁垒 晋升为天尊敬后期的高手 顾青这种绝世妖孽 战力绝不能以普通舞者来衡量 他即使只是刚刚突破天尊敬后期 战力也绝对是天尊敬巅峰中的顶尖实力 甚至能够跻身风原王朝十大高手的行列 假以时日 让他的天尊敬后期的境界彻底稳固下来 就连风椅都根本没有把握能够赢他 当初风飞尘就是突破天尊敬后期短短三年时间 战力之强大就已经超越了风椅 而后不久风飞尘又突破了天尊敬巅峰 在风飞尘突破天尊敬巅峰不久后 就已经成为了风原王朝第一强者 连半部通玄境的风山玄都不是他的对手 战力之强悍简直匪夷所思 所以在顾青突破天尊敬后期时 风山玄和风椅心中都生起了浓烈无比的杀机 他们都清楚突破天尊敬后期的顾青 对风原皇族究竟有多大威胁 只是他们很不明白 顾南烟中了暗魔窟引毒之后半死不活 顾青整日醉生梦死的情况下 是怎么突破天尊敬后期的 不过风山玄和风椅虽然对顾青的杀机很强烈 但是最终盯着风原学宫东远方向看了半晌 最终还是没有出手 如今风原王朝在暗魔王朝的进攻之下 微弱雷乱 若是现在他们敢对顾青出手 绝对会使得前线的士气彻底崩溃 风原学宫高层愤怒之下 还有没有心思在抵挡风原王朝的大军进攻 都还两说 那样一来 风原王朝绝对会被暗魔王朝大军 以摧枯拉朽之势覆灭 所以 现在他们即使对顾青的杀机再强烈 也不得不暂时忍耐下来 等到风原王朝度过眼前的这一劫之后 他们再慢慢想办法收拾顾青 顾青突破天尊境后期后 见到东远之中 楚剑秋 贡寒韵 张十七等东远弟子都没了踪影 在东远之中居住的 反而是玄剑宗藏经阁的人 顾青见到这一幕 心中不由大为奇怪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东远那些弟子跑哪里去了 由于这段时间他一直都在闭关 冲击天尊境后期 对于外面的事情并不清楚 所以并不知道 风原学宫的尊者静修为以上的弟子 都已经被风原学宫调集到前线 去抵抗暗魔王朝大军了 顾青连忙一番打听之下 才知道他闭关这段时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同时他也知道了 楚剑丘 冲寒运 张十七等东远弟子究竟在哪里 目前正处于何等危险的处境之中 顾青在打探清楚情况之后 立即离开了风原学宫 朝平潭郡方向飞去 顾青在突破了天尊境后期后 速度是非常恐怖的 以他目前的速度 一日足以飞行数亿里距离 以风原皇城和平潭郡之间的距离 顾青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就能够到达 顾青突破天尊境后期的消息 也很快传遍了整个风原王朝 在得到这个消息后 风原学宫一众高层 心中都是惊喜不已 他们很清楚 顾青究竟是一个何等厉害的绝世妖孽 在顾青突破天尊境后期后 相当于他们这边又多了一名 顶尖的天尊境巅峰站立 在目前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这还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 南州万石城 丹方最为豪华的一间炼丹市中 秦妙嫣手一挥 那七节上品的炼丹炉的炉盖 在他真远的操控下掀开 秦妙嫣在御守一招 顿时从丹炉中飘出了一股黑色液体 这股黑色液体飘至他的手心上方 悬浮着 秦妙嫣看了一眼 这股黑色液体 仔细感受了一番 这股黑色液体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然后再手一挥 这股黑色液体顿时落在身旁 一具帝尊境巅峰的傀儡身上 这帝尊境巅峰傀 浑身布满了黑色林家 是他向楚剑秋所要来的 用暗魔王朝武者炼制而成的傀儡 这傀儡表面所遍布的黑色林家 就是暗魔域的黑衣灵魔体 当这股黑色液体落在这具傀儡的身上时 这傀儡身上的黑色林家 顿时犹如雪域春阳 瞬间以迅速无比的速度消融着 只是过去了短短数个呼吸的时间 这具傀儡身上的黑色林家 就在这股黑色液体的侵蚀下 完全被消融一空 秦妙烟见到这一幕 顿时满意的点了点头 经过他这段时间的不断完善 这破甲液的配方 终于达到了他满意的标准了 不但炼制的成本急剧下降 而且这效果也更加强大了 灵溪去把楚剑秋叫过来 秦妙烟在饰演完了这破甲液的最新配方之后 飙醒了正在一旁打瞌睡的唐宁心 哦哦 唐宁心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睛 伸着小手揉了揉轻松的睡眼 便走出了炼丹室 玄剑宗西南边境 振发长城的城头上 传送阵的光芒一闪 走出了一道娇小的身影 楚剑秋 我师父让你去炼丹室一趟 唐宁心有些病奄奄地走到白衣楚剑秋面前 看着白衣楚剑秋有气无力地说道 这段时间他被秦妙烟束缚在了炼丹室 很长时间都没有出去疯了 这让他很是郁闷 所以整个人整天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而秦妙烟之所以把他给束缚在炼丹室那边 就是因为楚剑秋不知道对师父说了什么话 才使得师父这样做 所以现在唐宁心对楚剑秋是一肚子的闷气 自然不会对他有什么好脸色 你师父找我什么事情 白衣楚剑秋文言顿时不由一愣 我怎么知道 你过去不就清楚了 那么多废话干嘛 唐宁心没好气地说道 白衣楚剑秋见到这小家伙一脸的不耐烦模样 好像自己欠了他十亿七品零食一般 顿时额头上不由冒出了几道黑线 唐宁心 你压的是不是很久没送你 疲痒了 白衣楚剑秋黑着脸说道 唐宁心 说你无缘无故欺负我 唐宁心听到这话 顿时双臂还胸 一脸不屑地看着白衣楚剑秋说道 自己如果犯了错被楚剑秋揍一顿 师父和崔师伯或许还不会理会此事 如果楚剑秋敢无缘无故揍自己的话 师父和崔师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 所以他又怎么可能会被楚剑秋这话给吓住 唐宁心要真是这么容易被吓住 他就不是唐宁心了 白衣楚剑秋听到这话 顿时不由一阵无可奈何 索性懒得再理会这小丫头 身形骤然在原地消失 下一刻就已经出现在了炼丹室外 推开炼丹室的石门走了进去 妙妍 你找我 白衣楚剑秋走进去看着秦妙嫣问道 嗯 我找你过来 是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秦妙嫣说着伸手递过去了一瓶破甲叶 嗯 这是什么东西啊 白衣楚剑秋见状 顿时不由疑惑地问道 他上次过来炼丹室的时候 就见到秦妙嫣在炼制这种黑色药叶 由于秦妙嫣经常都会 捕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出来 他也就没有太过关注这黑色药叶究竟是什么东西 秦妙嫣微微一笑伸手一招 顿时从那玉瓶之中飞出一股黑色药叶 这股黑色药叶顿时落在一旁的 一具地尊敬巅峰的傀儡身上 这具地尊敬巅峰傀儡身上的那黑色林甲 在碰到这黑色药叶之后 顿时犹如热汤浇在冻油上 立即迅速消融起来 防御坚固无比的黑林魔体 在这黑色药叶的侵蚀下 犹如纸壶一般脆弱不堪 几个呼吸的时间就被消融得一干二净 白衣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顿时瞪大了眼睛 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饶是以他的心性 此时都忍不住呼吸急促起来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秦妙烟居然能够捕捣出如此神妙的东西 白衣楚剑秋很清楚 这种黑色药叶究竟意味着什么 按摩欲舞者之所以难以对付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按摩欲舞者的黑林魔体防御力太过强悍了 在黑林魔体强悍无比的防御力之下 按摩欲舞者能够跨越一两个 甚至三个境界 越境 击杀风源学功弟子 但如果按摩欲舞者 失去了黑林魔体的防护的话 其实按摩欲舞者的战力 也就和风源学功弟子差不多 一旦失去了黑林魔体这个巨大的优势 按摩王朝大军将再也难以做到 将现在这样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楚剑秋本来还在为 潭台城的十五万尊者将大军而忧愁不已 想不到 秦妙烟就给自己 送来这么一份大礼 身在平潭郡城的楚剑秋 在得知此事之后 顿时抛下了所有的事情 要动天与动天的力量 身形 瞬间从平潭郡城消失 出现在炼丹市中 而有了本尊过来 白衣楚剑秋自然也一个念头 要动天与动天的力量 回到了玄剑宗西南边境的阵法长城上坐镇 楚剑秋 你在玩什么花样 秦妙烟见到 楚剑秋这么变来变去的 顿时有些不满的说道 他找楚剑秋过来 是为了展示他这段时间来的努力成果的 不是让楚剑秋过来给他变气法的 哼哼 妙烟 你可真是相当于解决了我一个大难题 楚剑秋激动无比的哈哈大笑道 在激动之下 楚剑秋忍不住一把抱起秦妙烟 在原地转了好几圈 楚剑秋激动之下 还在秦妙烟脸上狠狠亲了一口 秦妙烟被他突然抱住 顿时只觉浑身酥软 身上一片羞红 虽然他和楚剑秋已经有过夫妻之事 但是楚剑秋就是一根木头 平时两人本来见面就少 而且即使见面了 楚剑秋也很少会对他做出什么亲密的举动 连他的手都很少去碰 更别说像这样亲密地抱着他了 尤其是被楚剑秋亲了一口后 秦妙烟浑身更是一阵发软 他浑身一热 正要动情地回应楚剑秋的时候 此时忽然一道娇小的身影 从炼丹室外闯了进来 呃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你们继续 唐宁心跑进炼丹室后 见到眼前这一幕 顿时连忙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说道 说着他又连忙一溜烟地跑出了炼丹室 这下糟了 坏了师父的好事 等会儿估计师父不会给自己好果子吃 同时唐宁心心中又是一阵埋怨 这楚剑秋还真是个色鬼 这才进炼丹室多久 就开始对师父动手动脚了 平时装的那么正经 谁知道这混蛋背后里居然是这么一个人 哎 真是人心隔肚皮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为唐宁心闯进来 破了事情之后 秦妙烟自然不好意思继续下去 顿时连忙一把推开了楚剑秋 满脸羞红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 被自己徒弟撞见了这种事情 秦妙烟感觉简直有点无底自容了 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丢脸的事情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也不由满脸的尴尬 同时他心中对唐宁心也是一阵暗怒不已 笑丫头 看来这么久没有揍过他 还真是飘了 以后再找个机会把他吊起来打一顿才行 那个妖艳 你这黑色药液炼制了多少 楚剑秋干咳了两声 想以其他话题来转移注意力 一打破眼前这尴尬的局面 否则 一旦秦妙烟恼羞成怒之下 他自己同样也没有好果子吃 这破甲液刚刚炼制出来 目前就只有这么一瓶 秦妙烟也很快震静了下来 见到楚剑秋用话题来转移刚才的尴尬 顿时也装作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只是他心中也对唐宁心记了一仗 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和楚剑秋亲热 却被这小丫头坏了好事 秦妙烟心中说不恼怒那是假的 呃什么就只有这么一瓶 楚剑秋文言瞬间愣住了 他原本还以为可以凭借这种黑色药液 来对付韩台城那十五万尊者境大军呢 现在秦妙烟居然告诉他 目前就只有这么一小瓶 这么小小的一瓶黑色药液能够顶什么事 刚刚完成这破甲液的配方 就立即把你叫过来 哪里会有什么存货 秦妙烟没好气的说道 呃好吧我的错我的错 楚剑秋见到秦妙烟要生气了 顿时连忙赔罪道 嗯算你还是好歹 秦妙烟见楚剑秋的认错态度还算不错 这才放过他 那这破甲液的炼制 需要多久才能炼制出一份 楚剑秋又问道 那倒用不了多久 这破甲液经过我反复的试验和完善 在炼制成本和炼制难度上 已经大幅度降低了 如果我亲自出手炼制的话 一天能够炼制出两三百分 即使是丹房中的那些炼丹师出手 在丹佛阵的配合下 一名炼丹师 一天也能够炼制出一份 你现在的丹房中那些炼丹师的水准 能够出手炼制破甲液的炼丹师 大概能有四五千人左右吧 所以若是丹房暂时停止其他弹药的炼制 全力以赴地炼制破甲液的话 一天的产量大概能有四五千份左右 秦妙嫣沉吟了一下 说道 那好 妙嫣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丹房就全力炼制破甲液吧 楚剑秋听到秦妙嫣这话 顿时很是欢喜地说道 以丹房出产破甲液的速度 也还能够来得及 在即将到来的平潭郡城大战中 发挥作用 顶多自己用其他办法 先拖住潭台城那十五万大军几天 后面再和他正面决战 以自己在平潭郡城所布置下来的防御大阵 以及大五行剑阵 支撑个三四天时间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我知道了 秦妙嫣文言顿时点了点头道 他也不问楚剑秋为什么这么着急要破甲液 对于外面的事情他并不怎么关心 楚剑秋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就行了 楚剑秋没有在炼丹室中多待 念头一动 要动天与动天的力量 真情瞬间在炼丹室中消失 下一刻已经出现在平潭郡城之中 只是当他回到平潭郡城中的时候 却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老郭 你什么时候跑过来了 而且你居然突破到天尊敬后期了 楚剑秋见到顾清顿时一脸吃惊的说道 暗夜营的情报网络虽然遍布整个枫园皇城 但是唯独在两个地方没有渗透进去 一个是枫园皇宫 一个是枫园学宫 一个是枫园学宫 所以顾清突破天尊敬后期的消息 楚剑秋反而没有其他枫园学宫高层 所得到的消息快 虽然如今在东远之中 也居住有不少玄建宗藏经阁的弟子 但是一来玄建宗藏经阁的弟子 大部分时间都在枫园学宫的藏经阁中 和枫园学宫藏经阁弟子交接各种点结的事情 二来玄建宗藏经阁弟子也不知道 顾清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所以自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去发讯息 告诉楚剑秋这件事情 所以直到顾清已经来到了平潭郡城 楚剑秋这才知道 顾清已经出关了 并且还成功突破了天尊敬后期 小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以顾某的爵士天资突破个区区天尊敬后期 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有这么意外吗 顾清见到楚剑秋那一脸震惊的神色 顿时很是不爽地说道 不过还是得感谢你小子给的东西 否则我还真未必能够这么快突破天尊敬后期呢 接着顾清又伸手拍了拍楚剑秋的肩膀说道 他在三十多年前和风飞尘那一战之中被伤了五道根起 有加上三十多年来为了压制住贡南烟身上的按摩枯引毒 每天不断消耗大量的真元 使得他这三十年多中非但修为毫无寸击 反而差点跌进 这种种的事情给他带来的后遗症太大了 如果没有楚剑秋给他的生命原液和那些修复五道根基的丹药的话 依他的五道天赋 虽然最终也能够突破天尊敬后期 但是却绝不是这么短时间能够做到的 至少也得花费数十年时间才有可能 老郭你有点飘了啊 楚剑秋邪腻了他一眼有些没好气地说道 这货以前称呼自己的时候一口一个楚兄弟 现在突破天尊敬后期后却一口一个小子 这顿时就使得楚剑秋心中有些不爽了 不过对于顾清的五道天赋 楚剑秋还真是的确有几分佩服 毕竟自己给顾清的只不过是一些生命原液 以及和秦妙烟联手炼制的一些修复五道根基的丹药而已 这些丹药之中顶多只是融入了一些荒谷气息 这些融入丹药中的荒谷气息估计都还不到十缕呢 除此之外他可没有额外再给过顾清荒谷气息 毕竟以前由于考虑到 顾清因为顾起风元皇族和风飞臣的缘故 并不能离开风元学宫 又不能随意出手 而荒谷气息又珍贵无比 楚剑秋也就懒得在顾清身上浪费了 毕竟玄剑宗所面临的处境定不是很乐观 楚剑秋必须把荒谷气息的利用最大化 以最强的增加玄剑宗的实力 自然不会把荒谷气息发在暂时都不能出手的顾清身上 毕竟后面暗魔王朝和风元王朝的这场大战 楚剑秋一开始也没有预料到 以前楚剑秋更多的心思 反而是放在一房风元皇族的身上 毕竟楚剑秋和风飞渊结怨不小 而且还得罪了魏家和周家两大侍家 他必须得把荒谷气息的利用花在刀刃上 所以楚剑秋一直以来在贡南烟身上 倒是投入了大量的荒谷气息 使得贡南烟的修为突飞猛进 而对于顾清反而只是给了一些融入了荒谷气息的丹药之外 就没有再额外给顾清更多的荒谷气息 但即使如此 顾清居然最终还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利用他所给的那些丹药和生命原液 修复了之前所留下的后遗症 并且最终一举突破了天尊敬后期 不得不说顾清的确是一个武道奇才 楚兄弟说哪里话 我即使再飘也不可能在楚兄弟你面前飘 顾清听到楚剑秋这话顿时连忙陪笑的 楚剑秋听到这话也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老顾毕竟还是很识趣的 他伸手拍了拍顾清的肩膀 正想开口赞取顾清几句的时候 此时冷不丁身边一个声音骤然响起 爹你乱叫什么啊 楚师弟和我才是师姐弟 你叫他楚师弟 这成什么体统 听到这话 楚剑秋和顾清脸色都不由齐齐一将 他们转头朝一旁望去 只见贡寒韵正双比环胸 一脸不爽的看着他们 那个闺女啊我们各叫各的行不行 顾清有些小心翼翼的说道 顾清你叫他楚兄弟 那岂不是凭空爱了他一个辈分 这像什么话 顾韩韵毫不犹豫的一口回绝道 你若是再这么胡闹的话 我等会就告诉娘亲这事 其实他本来想说的是 他和楚剑秋可是要结成道旅的 哪有老丈人叫自己女婿兄弟的 这不是乱了套吗 只是他终究脸皮薄 说不出这话 所以才换了个角度说 而且还抬出了贡南烟来威胁顾清 顾清一听这话 顿时全身响了一个哆嗦 连忙陪笑道 别 千万别告诉你娘亲 都一闺女的 闺女说怎么叫 那就怎么叫 顾韩韵见状 脸上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这还差不多 楚剑秋在一旁见到这一幕 顿时不由 一脸鄙夷的看了顾清一眼 用神念传音对顾清说道 老顾 你这也太怂了吧 他告诉你婆娘就告诉呗 用得着这样吗 你这是典型的气管言 能不能有点骨气 换做是我的婆娘 敢在我面前支一声 立即大行伺候 哪容得他们蹬鼻子上眼呢 顾清听到楚剑秋这话 脸色顿时不由一红 他哪里肯在楚剑秋面前 承认自己是气管言 立即反驳道 楚兄弟 我这不是给闺女一点面子吗 你以为我真怕那婆娘 还要敢在我面前蹦她一下 我立即就抽她 我还会怕她 开什么玩笑 顾寒运见到 这两人那神色变幻的样子 立即警惕起来 这一看 两人就是在背着自己 在偷偷地神念传音 楚师弟 你这是在干什么 瞧你这样子 好像很不服啊 顾寒运想着 这两人偷偷摸摸的 不知道背着自己在说些什么 但是估摸着 不会是什么好话 否则就不至于 背着自己 用神念传音 偷偷摸摸地说了 顿时她心中就是一阵不爽 美眸顿时一瞪 满脸不爽地 看着楚剑秋说道 楚剑秋见到 这娘们 一副随时要抽刀子 砍人的样子 眼皮顿时不由一跳 如果让这暴力妞误以为 自己背着她 说她什么坏话 自己可没什么好果子吃 咳咳咳 公师姐 不要多想 我和你爹是在商量着 接下来如何应付 暗魔王朝的大军呢 楚剑秋干咳了两声 说道 真的 冬寒运文言 顿时一脸狐疑地说道 真要商量此事 干嘛要偷偷摸摸地 用神念传音 有什么不能当着我们也说的吗 楚剑秋文言 脸色顿时不由微僵 他连忙解释道 这个有一些重要的机密事情 越少人知道就越是安全 公开说出来的话 万一泄露出去的话 那可就不好了 谁知道按摩浴 有没有什么手段 能够窥测我们这边的谈话呢 老郭 你说是不是 楚剑秋说到最后 看了一眼顾青说道 顾青文言 脸色不由一阵古怪 这说好的敢吱一声 就大行伺候的呢 所谓的大行伺候就是这般模样 感情 这小子也是个怂祸啊 都是嘴上说的威风 其实比自己都还怂 爹 楚师弟说的 都是真的 贡寒运转头 看向顾青问道 楚剑秋连连给顾青使了个眼色 让他识趣配合一下 顾青原本寻思着 是不是要坑这小子一把 只是见到 楚剑秋那眼神中的威胁神色 最终想到 这小子的一肚子坏水 自己这次坑了他一把的话 估摸着 下次他必然就带 算计回自己一次 找回橙子 自己的实力 虽然比这小子强大 但是论起那花花橙子的话 估计还是玩不过这小子 顾青再三考虑之下 最终还是决定 配合楚剑秋一下 顿时点了点头 说道 不错 我刚才和这小子 正在商量大事呢 韵儿 你先去忙自己的 我还有些事情 和你楚师弟要商量一下 贡寒运见到 连顾青都这样说 顿时也就再无怀疑 他也知道 按摩王朝大军的事情 事关重大 顿时也连忙 依言退了下去 等到贡寒运离开后 顾青顿时意味深长的 看了楚剑秋一眼 说道 楚兄弟 原来你说的大行伺候 是这个模样啊 楚剑秋闻言 顿时不由老脸一红 他干咳了两声 说道 老郭 我这不是给你面子吗 好歹贡师姐是你的闺女 我终究不好做的太过不是 谁叫咱们是哥俩呢 若是换做其他的婆娘 敢在我面前这么横眉树木的 看我不立即抽他 吊起来打那都是青的 顾青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不由一阵狐疑 也不知道 这小子说的究竟是真是假 但是 他说的这么似模似样的 好像又不似作假 老郭 你的实力怎么样 能打得过澹台城吗 楚剑秋曾经 从风飞渊那里了解过 顾青当年可是曾经 和风飞陈并列的绝代天骄 虽然才刚刚突破到天尊敬后期 但是实力不能用普通的天尊敬后期 武者的实力来衡量 像这种绝代天骄 越阶杀敌根本就不是事 本来楚剑秋还比较担心 如果澹台城率领那十五万尊者 将大军杀来的时候 究竟谁来拖住澹台城这名天尊敬巅峰的决定强者 如今 顾青到来 倒是让楚剑秋想到了对付澹台城的方法 应该可以勉强一战 顾青说道 他这次急匆匆的跑到平潭郡城来 目的就是为了此事 不过顾青并没有把话说满 毕竟他虽然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 但是澹台城好歹也是暗魔王朝十大战将 排行第五的天尊敬巅峰决定强者 实力不容小觑 在没有和澹台城交手之前 顾青也不敢说自己能够打得过澹台城 澹台城可是率领有十五万尊者将大军 我即使能够帮你挡下澹台城 但是那十五万尊者将大军怎么办 顾青看着楚剑秋问道 虽然澹台城这名天尊敬巅峰的决定强者 在战场上的威胁极大 但是论其正面的进攻为例 那十五万尊者将大军 可比澹台城的威胁大得多 自己面对澹台城上还有几分把握 但是若是让他一人独自对抗十五万尊者将大军的话 那简直可找死无意 尊者将大军围杀一名天尊敬强者不然极难 尤其是将顾青澹台城这样的天尊敬巅峰战力的决定强者 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毕竟这样的强者速度是极其惊人的 若是想逃的话 基本上没人能够拦得下来 但是如果这样的强者自己找死 想要凭借一人之力去抵抗十五万尊者将大军的话 那就完全是两种情况了 顾青即使对自己的实力再自信 也不敢说自己能够挡下暗魔王朝这十五万尊者将大军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只要帮我拖住澹台城就行了 楚剑秋摆了摆手道 若是澹台城被顾青牵制住 那这支暗魔王朝的十五万尊者将大军 威胁就小很多了 因为没了澹台城这名顶尖的天尊敬巅峰强者的奇迹 玄建宗的战阵假兵即使被重创 也能够及时撤退 不至于直接就被彻底摧毁 这样一来在伤亡率上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下来 在战场上一支实力强大的大军对一名顶尖强者 固然拥有巨大的威胁 但是反过来一名顶尖强者在战场上 对一支大军的威胁同样也是致命的 战力强悍的大军和实力强大的高手将配合 能够爆发出最为恐怖的杀伤力 这样的大军才是最为可怕的军团 也是弱点最少的军团 若是缺少任何一样都会被对手找到明显的破绽 从而在战场上处于被动的局面 以前的玄剑宗虽然在大军战力上并不弱 但就是因为缺少顶尖的战力 这才使得玄剑宗大军的缺点极其明显 无法真正的与丰元王朝和暗魔王朝的顶尖军团相比 但是现在有了顾清这名天尊敬后期的决顶高手之后 玄剑宗的大军的这个短板才算是补了上来 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 卒剑宗心中的把握顿时增强了不少 老过你使用的武器是什么 卒剑宗看着顾清问道 长剑 顾清说着手掌一张 手中顿时出现了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法宝 只不过他使用的这柄长剑法宝在品阶上显得实在寒酸了些 居然只是一柄七阶中品的长剑法宝 老过你至于穷到这个地步吗 好歹你也是一名天尊敬后期的高手好不好 居然还使用一柄七阶中品的长剑法宝 我都要替你感到丢然 初见秋见状顿时满脸鄙夷的说道 你小子知道个屁 老子以前也有七阶上品法宝的好不好 只不过拿去卖了而已 顾清被他那鄙夷的目光顿时看得很是受伤 不服气的说道 得了你是什么德性我还不知道吗 初见秋说着手掌一张 取出了一柄七阶极品长剑法宝扔给了顾清 赶紧练化了这柄长剑法宝 一到时候拿着你这柄寒酸的破剑到战场上丢人现眼 这柄寒酸的破剑 这柄寒酸的破剑